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合作 企业要求王宝强录拜年赤贫 但是录视频的时候 王宝强投 发凝乱 素颜出镜 穿一身黑色衣服 在白色背景墙下 丝毫没有喜庆气氛 导致企业很不满意 而后 陈先生联系到王宝强 当时的经纪人宋哲 要求重录视频 却被宋哲拒绝 陈先生称 这笔十万元的广告费 很有可能进了宋哲自己的腰包 王宝强可能都不清楚各种细节 陈先生还提供了给王宝强的转账单据 网友们纷纷表示 贵圈太乱 涉及到利益的问题 各方都想利益最大化 本文 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李同 NK4455 分享 在相关日读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静姐的一句话 又把花爪带上了头条榜 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宁静录制的一档真心话大冒险节目开播 于是搞事情的节目组 问了她这两个问题 静姐 你是不是曾经对郑爽很不爽 静姐表示 她是个急性子的人 而郑爽则像树懒一样不着急 后来她理解了世界上 就是有这么一类女人 不然也不会有呢 没多粉丝喜欢爽妹子 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静姐 回答的如此反套路 实诚 仿佛听到了搞事节目组心碎的声音 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第二个问题 可就厉害了 杨迪问她 静姐和许青姐现在还联系吗 这明显是要搞个大新闻 可宁静根本没在怕的 她说花爪录完之后 这帮人都没什么联系了 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 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只有过年的时候 杨阳会发个信息 其他人都特别忙吧 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听到她这么说 杨阳的粉丝们非常开心 都在评论区安律自家小哥哥的体贴和礼貌 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然而宁静的话同样暴露了 花爪团在录完节目之后 也就各奔东西了 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纵观长 各三季虽然新一季没播完 但可以想象宁静参加的第二季花爪 简直就是三季中 CX方面最激烈最精彩的 刚开始的时候 宁静就因为自己的急脾气和导游 郑爽产生了很多正面摩擦 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至今都记得去伦敦桥之前 宁静看不下去郑爪迟迟不做决定 说要么去要么不去别摩基 然后郑爽那个一点做错事的小表情 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旅行进行到后期 两人之间的画风就变了 和宁静关系比较好的 反倒是刚开始 经常和她有摩擦的郑爽 宁静懂得关心郑爽 而郑爽呢 也十分尊敬这个演员界的前辈 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两个人在微博上也经常有了互动 宁静过生日的时候 郑爽粉丝给她送祝福 她也别宠溺地说了句谢谢妹妹 不过估计是因为各自生活工作的圈子不同 后来宁静和郑爽就不再有同框了 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当时花爪里最热的一对CP是正经CP 花爪团继承的时候 恰好俩人刚拍完一部剧《相爱穿梭千年》 剧里的感情自然延续到了真人秀里 记得景板让去和花爪团会和之前 心心念念地担心着郑爽呢 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可就在前段时间 郑爽亲自下场承认 当时 俩人确实是在炒CP 对于爽妹子的港值 小编确实非常吃惊 宁静爆花爪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不过加上宁静那句话 倒是证明了 真人秀上的亲密关系 不见得就是真实中的状态 就像王林说的 在这种以人际关系为看点的节目里 不熟的嘉宾们凑在一起 一定会产生矛盾 就连情侣都会吵架 更别说这些之前不熟悉 甚至是陌生的人了 对于这些小情绪 观众也不必当真 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矛盾分歧 只是可能因为平时工作 太忙关系慢慢就淡了 或者要配合宣传炒作关系 才必须在镜头前表现出亲密的状态 这些最火的闺蜜 组合大概就是那扎和江书颖了 天天互对 网友猜测 是真闺蜜还是心机 江书颖上节目时吐槽那扎说 那扎很夸张的怕晒害怕虫 穿了很多 我还有证据 宁静爆花少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鼓励那扎也不甘示弱 马上反击 江书颖只会算糊涂账 每次都算错 宁静爆花少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精百然 都说他俩一言不合就互对 会不会过两天就开始揪头发了 宁静爆花少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看来花少桑的思点 大概是会被江书颖 和那扎的户队给承包了 这对闺蜜就是要考队来表达友情 考思来生花有余了 宁静爆花少团真实关系 真人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真人秀里更常见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摩擦 大白话讲就是CX 有时候CX更能活起来 所以 节目组也乐意这样安排 真人秀里的真真假假 谁知道呢 观众开心就好 你们认为呢 我检查一下 我检查一下 陀佛 还有简单 已经分别逝了 这些是 就是 这个是 优优独播她 你 有时候 人